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苏真荣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劳工节长周末 全美16人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 根据监管机构的数据 全美在9月3日至5日劳动节长周末 一共发生1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16人丧生 47人受伤 枪支暴力档案指出 截至今年已有超过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 其中包括自杀 以及464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加州宣布电网紧急状态 用电量接近5年高位 热浪侵袭加州 多个地区的气温飙升至110度以上 数百万户居民和企业使用空调降温 加州官员预计将打破2017年创下的能源消耗记录 如果民众无法节约用电 电力公司将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节约能源 有可能实施轮流停电 火灾频繁 亚马逊暂时关闭所有太阳能发电设备 从2020年4月开始 亚马逊有6个在北美安装太阳能发电的服务中心 在13个月内发生了电气爆炸和火灾 亚马逊发言人Erica Harvard表示 由于涉及公司运作以及合作伙伴的安全 公司决定关闭太阳能发电系统 Arcadia一只熊中箭后下落不明 官员呼吁公众协巡 加州野生动物部门官员表示 由Arcadia的居民在自家院子 看到一只被箭射中受了重伤的熊 后来这只熊蹒跚着走到了 几个街区外的另一个院子里 野生动物部希望看到 这只受伤熊的民众与警察局联络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